我们呢做了一个简单的通信历程 看协议配置 一个主机两个从机进行Modbus TCP的通信 首先呢看我们文件夹中 一个文件是主站两个文件是从站 打开主站 我们把这个本站端口号呢设到11001 对象的IP地址呢设成50.550.6 对象端口号设成2和3 站号设成1号2 这个站号呢一会儿我们会用到 那么我们把这个程序设置到 你需要作为主机的PLC里边 可以通过这个232口下载 也可以通过网口下载 一般呢咱们通过232口下载方便一些 因为网口呢IPD只要在同一个IP段才能下载 232口呢就是在这儿设成232口 选上对应通信口波特律 就可以直接下载 下载完主机以后呢 我们给主机断电重启 然后呢我们去下载从机 从机呢这个我们1号从机呢 把它设成端口2 因为我们刚才在设主机的时候呢 呃叫1号站设为端口2 2号站设为端口3 他们的IP地址设成5和6 那你设这个从机的时候呢 一定要和这个数据要有要一致 那么我打开这个从机1 你就会看到端口号我设成2 这个IP地址我设成50.5 自网研码就是这个 255.255.255.25.000 默认IP呢一般设置成和它同一个网段 然后我们打开2号从机 2号从机是IP地址是.6 呃协议呢选择选择TCP3 端口号是3 我们把这个三个配置文件 下载到三个不同的PLC当中 给三个PLC全部断电重启 这个时候一定要彻底断电重启 如果你不断电这个参数 它是不生效的 之后下一步呢 我们把三个对应的程序 下载到PLC里边 这个是一个主机的程序 呃首先呢 把8438配置成TCP协议 这个呢三个PLC是TCP 一定要全部是TCP 是UDP一定全部是UDP 这个都要一致 这个是对一些数据的处理 嗯这是读写 写一号写二号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战号 那么我 2602就是去写60 就是去写60 就是去写60写20战号 战号为2的这个601 我们就是去写 战号为1的从机 一个集存器 602呢就是战号为2 就是这个战号为2 这个PLC一个集存器 读 301是读一号战 301是读二号战 读回来的数据汇总一下 然后呢 再传出 这个呢是我们的二号战的 实时监控的状态 当我们把这个程序 一号战二号战三号战 一号战二号战和主战的程序 全部下载以后他就会建立通信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PLC的Y7和Y10 都会以一秒的间隔去变化 如果你在一号战 点击X点 那么他同时会同样会同时会传送到二号战和主战 同样你去主战操作X点 他会传输到这个二号战和一号战 当你什么也不操作的时候 它是Y10和Y107 同步的去 三个战全部同步的去闪烁 交替的闪烁 这就是Modepad TCP 一主二重的养离程序 我们依然把这个通信配置成232 插到这个主战上 点击这个诊断 或者是点击这个以太王诊断开始 它拒绝访问是因为我们这监控着呢 像这种状态呢 一般我们拔一下USB线 它就可以快速的退出了 然后我们诊断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以太王端口的信息 这是我们本站的以太王的端口的信息 就是主战当前的状态 这个呢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开启的端口的连接状态 怎么这个0和1 这个端口号2和3 IP地址是接的是这个 然后呢 它显示连接中 连接中就是已连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二号站的往线拔掉 来 我们就会看到二号站已经断开 我们把二号站再插上 先看一下错误 有故障 Modbus 客户端与服务器没有连上 这个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站已经掉线了 我们把它现在插回去 看我们这个站又已经连接上了 这个就是说 公币的软和3号站